拜登說哈瑪斯犯下戰爭罪 拜登一句說得罪了習近平 後果很嚴重 非落黎莊園拜習會上 女記者問你們信任彼此馬 馬雲家族計劃減持阿里股票 大家好 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11月17日 星期五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 每天要問我是林欣 提一下大家 我們的節目除了在YouTube播出之外 還會在乾淨世界這個新平台播出 網址在影片下面這個地方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美國總統拜登指責哈瑪斯犯下戰爭罪 因為這個巴勒斯坦激進組織 利用隱藏在加沙希法醫院地下的隧道網絡 作為指揮中心 向以色列發動襲擊 並引發尾巴新一輪衝突 據《大紀元時報》報導 拜登表示他在星期三11月15日 和參加APEC峰會的領導人會面時 討論了加沙最大醫院的危險局勢 哈瑪斯將總部和軍隊藏在醫院下 在這樣的情況下犯下了第一項戰爭罪行 拜登在星期三的新聞發布會上 和記者說這是事實 以色列軍隊星期三凌晨對希法發動了一次突擊 之後以軍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他們發現了哈瑪斯使用的軍事裝備 但只是冰山一角 早前以色列部隊指責哈瑪斯 在該醫院巨大建築群下方的隧道中指揮行動 但哈瑪斯否認了這個說法 英國廣播公司BBC和其他電視攝製組 受以色列國防軍IDF邀請成為第一批前往現場的記者 在醫院地下的隧道中 他們體套了哈瑪斯流下來的部分武器 以色列國防軍康女傅Jonathan Conrico宗教表示 哈瑪斯不在這裏 因為他們看到我們現在來 這可能是他們被迫流下來的東西 我們的評估是還有更多 以色列總理顧問星期三 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說 以色列將提供更多證據 以表明哈瑪斯在醫院地下設置指揮中心 以色列星期三的突擊行動 引發了部分人的批評 拜登表示這個行動是合理的 同時呼籲 以色列在針對該地區的哈瑪斯時 要極其小心 我們討論了他們需要非常小心的必要性 你知道有相當數量的哈瑪斯恐怖分子 哈瑪斯已經公開表示 他們計劃好像以前一樣再次襲擊以色列 拜登也指出哈瑪斯10月7日對以色列發動的野蠻攻擊 他說因此他們乖乖停下來 而不採取任何行動的想法是不現實的 他補充說 他表示以色列軍隊一直在努力 令到醫生、護士和其他人員免受傷害 他還說以軍拿來了行運箱 並通過其他方式來幫助醫院裏面的人 以色列表示襲擊並非針對醫院本身 目的是消滅哈瑪斯以回應在10月7日發動的特襲 這一次特襲估計造成1400人死亡 其中大部分是平民 並導致240名人士被劫持到加沙 哈瑪斯控制的加沙衛生報稱 以色列的攻擊造成了11,320人死亡 以色列表示哈瑪斯利用醫院 和其他民用設施作為掩護 指責伊斯蘭組織利用平民作為人肉盾牌 中共黨魁習近平11月15日 在結束與美國總統拜登的雙邊會議後 出席了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 和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主辦的商界晚宴活動 請聽報導 根據中共媒體《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報導 習近平在致詞時表示 我一直在思考 如何使中美關係這一首巨論 避開暗礁、淺灘、穿越狂風飛浪 不偏向、不失速、不相撞 首先要回答的是 中美到底是對手還是夥伴 習近平說 中美兩國的大門不應該觀賞 國際需要中美合作 中國已經準備成為美國的合作夥伴和朋友 而且雙方有很大的合作空間 中美和平共處的趨勢不會改變 習近平表示 中國從來不賭美國書 不干涉美國內政 亦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 落見一個自信開放、發展繁榮的美國 同樣美國也不應該賭中國輸 不應該干涉中國內政 應該歡迎一個和平穩定繁榮的中國 習近平最後強調 中國愛好和平 對於追求霸權不敢興趣 中國不會和任何人打冷戰或打熱戰 中國正在追求現代化 不會再回到戰爭狀態 不過習近平這一番話可能忘記了 他早前要求中共幹部 學習東升西港的說法 2021年 習近平在提出中國崛起 將會取代以美國為代表 逐漸衰落的西方文明 對國際局勢作出東升西港的政治判斷 並要求全體中共幹部 都要學習相關內部談話精神 同年3月6日 習近平在中共全國政協會議上說 中國已經可以平善這個世界了 並且指責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對俄國實施了全方位的壓制、圍堵、打壓 為俄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今年3月 他結束訪問俄羅斯反國前 曾同送別的俄羅斯總統普京談及世界百年變局 並呼籲由中俄雙方共同來推動 不僅如此 習近平還在致詞中表示 將再次啟動熊貓外交 將會將大熊貓再送回來 習近平說 大熊貓是中美人民的友誼使者 我們願繼續與美國展開大熊貓保護合作 努力滿足加州人民的願望 而就在一個星期前 中國旅美大熊貓 美鄉、添添和小奇直 剛剛在華盛頓被送上聯邦熊貓突快飛機 被還給了中國 減於之前 中美之間已經處於冷戰邊緣的競爭態勢 通過一次拜習會 通過習近平幾句密語 中美關係就能夠返回去嗎? 天亮時分博主張天亮認為 美國不會上習近平的檔 其實這一次拜習會後 拜登在獨自召開的記者會 對記者的回答 亦可以看出一些端藝 世界觸目的拜習會 終於在11月15日 加州飛下來莊園舉行 雙方會面的一些細節 引發熱議 習近平和拜登會見的畫面顯示 現場有女記者用中文問習近平 你相信拜登嗎? 記者還用英文問習近平和拜登 Do you trust each other? 你們信任彼此嗎? 請看報導 透過習近平和拜登會見的影片可以看到 當時習近平和拜登 都沒有及時回答女記者提出的問題 感覺畫面中的習近平和拜登 在聽到這樣的問題時 表情都稍有些微的尷尬 其實對於關心政治的人來說 大家心裡都有數 拜習會雖然引起世界的觸目 看似轟轟烈烈 但背後對於美中雙方來說 亦都是心照不宣 對於拜登和習近平來說 亦是各有所思 不可同宣 這次中美高層 在飛落泥莊園會面 亦被人稱為美中兩國之間的花瓶會議 因為解決不了大家關注的實質問題 會面時 雙方高層官員分坐在長桌的兩邊 習近平身邊坐的是蔡奇和王毅 而拜登身邊的是耶倫和布林肯 對於這樣的排位順序 有時政分析人士認為 這很顯然在習近平的心中 蔡奇目前的位置要比李強和王毅都重 已經是習近平的紅人和身邊的親信 拜習會雙方會談約四個小時結束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在X平台貼出拜登和習近平會後兩人 一起在飛落泥莊園的花園散步的照片 似乎是為了顯示美中兩國最高元首 回憶氣氛非常友好、溫馨 拜習會的記者會上 媒體第一個提出就是有關台灣的問題 拜登被問到美國承諾捍衛台灣 也會面對中國的行動 他的態度是什麼? 拜登回應我和歷屆總統都一樣 看待一個中國政策 但美國不希望中國以任何形式干涉台灣 拜登說美國和中國雖然是競爭關係 但他有責任令這場競爭是理性的 不會陷入衝突 對美國來說是要確保有優勢利益 至於俄烏戰爭和以下戰爭 以及加沙走廊地區的衝突 拜登表示 非常期待看到中國在這一方面採取什麼行動 拜登最後強調他會持續捍衛保護美中交流 這是與習近平的共識 拜登在與習近平舉行完封會後表示 他仍然認為習近平是個獨裁者 記者會上當被問到他與習近平的關係事 拜登說 習近平是個獨裁者 他管理的是共產國家和我們完全不同 我們有很多想法分歧 記者追問他是否會用獨裁者一次 繼續形容習近平事 拜登在記者會結束的時候說 是 聽著 他的確是 某種程度上 他是獨裁者 因為他一個人統治著一個共產主義國家 拜登今年夏天也曾做出過類似的言論 當時引起北京當局強烈不滿 這次也不例外 中共外交部隨即做出回應 強烈反對常述言論 但並未提及拜登的名字 馬雲家族信託計劃減持一千萬股 阿里巴巴創始人股份 可套現超過百億美元 令外界質疑馬雲家族欲變現離場 這個對近一年來 股價處於低迷狀態的阿里來說 是一個不少的衝擊 阿里股價隨之大跌 請聽報導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 在當地時間11月14日披露的文件顯示 馬雲家族信託旗下 兩個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的 離岸公司JC Properties Limited 和JSP Investment Limited 計劃於11月21日分別減持 500萬股阿里巴巴始創人股份 如以11月15日紐交所的收盤價格 87.07千美元計算 這次馬雲家族將套現大約 8億7千萬美元 折合人民幣約為63億元 根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第144條規則的規定 美國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管或其他 關聯方通過證券商在公開市場 轉讓所持有股份時 如轉讓證券超過5千股 或市值超過5萬美元 必須填寫144表格 又被稱為異議出售證券通知書 並向證券交易委員會申報 從而令到普通投資者 可以通過證券交易委員會官網獲資 根據馬雲家族的信託 這次所填寫的144表格 上述兩家離岸公司減持的1千萬股 阿里美國傳托憑證 都是在2014年9月19日獲得 這一日也是阿里在紐交所 開始掛牌交易的時間 對這次馬雲家族的減持計劃 阿里方面對媒體表示不予回應 近幾年阿里巴巴財報中 已不再披露馬雲持股的數據 但阿里巴巴2020年公告的信息顯示 截至2020年7月2日 馬雲所持的阿里巴巴股份 比例已降至4.8% 這次馬雲家族信託減持1千萬股 始創人股份後 馬雲持有的阿里巴巴股份 還剩下多少呢?外界不得而知 但鑑於馬雲家族 已不是第一次減持阿里巴巴股份 再加上近日阿里宣布 他雲業務不再推進完全分岔 阿里旗下販賣新鮮食品的子公司 合馬的IPO亦暫緩 外界猜測馬雲家族恐有變現離場的意向 11月16日股市一開盤 阿里巴巴股價就罕見大跌 一度跌幅超過10% 據公開資訊 阿里巴巴2014年9月19日 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後 不到兩年 馬雲就在2016年 以履行公益捐款的承諾 及更好感管理財富目的的理由 宣布將售出 約990萬股阿里巴巴集團的股份 之後的七年裏 馬雲家族信託 軟銀及阿里巴巴聯合始創人 蔡崇信均多次減持阿里巴巴股份 其中作為阿里巴巴大股東的軟銀 所持股份佔比 只是最近一年 就從23.9%降至13.9% 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此 多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再ق cultiv here 請留言、分享、點讚、看 點讚、看 點讚、聽、看 絶像,明信、看 點讚、看 點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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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讚